日本投降后,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士兵都相继被遣送 这些士兵中有些人是被迫参战的 所以他们很乐意被送回日本 相反,有些人则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 他们不甘心失败,仍想着卷土重来 所以在遣返日军的过程中 等有两万名日军躲进了长白山里坚决不投降 我国出动了大量兵力,至今都没有将他们找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0世纪30年代 通过明治维新发展起来的日本综合国力大增了同时 它的野心也膨胀起来 日本天皇有了以扩张领土来实现国家发展的野心 而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那时我国正处于各个势力割据的时代 国家内部四分五裂 这就使得中国对外表现出综合国力很弱的形象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看准了这个时机 通过覆灭中国来统治亚洲 进而统治世界 918事变后 日本方派遣了重兵驻守在东北三省 他们不仅侵犯中国的领土 还欺压中国百姓 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东三省日军先是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 掠夺了东北的资源 还扶植了溥仪当傀儡皇帝 建立起了维满洲政权 为了能巩固自己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很多日本人也移居到东北生活 甚至还在东北地区实行奴化教育 企图将中国文化逐渐日化 之后日军就按着既定的大陆计划 在中国境内有条不紊的进攻 日军的罪行振兴了中国人民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日军 在抗战的过程中 有些人选择参军 在前线战场上与日军正面纲 也有人选择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打入敌军内部 为中国军队刺探消息 这些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人身边 获得敌人信任的同时 他们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 可以说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加艰苦 更让人心酸的是 这些地下工作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工作严格保密 很多不了解实情的人 都对地下工作者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认为他们是罕奸 面对误解 这些英雄只能将委屈眼下 在中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1945年 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 这标志着日本统治亚洲 以及世界的美梦破碎 在听到战败的消息后 日本军队里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一部分日本士兵感叹战斗 终于结束了 另一部分日本士兵则十分震惊 他们多年的努力为何会复制一句 而后者也正是不愿意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士兵 在遣返工作开始后 有大约两万名日军找准时机跑进了长白山 他们宁死也不愿意投降 一直幻想着有一天可以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梦想 可是还没等这些日本兵实现痴心妄想 他们就已经在长白山里无影无踪了 至今中方仍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那么日军为何要躲进长白山呢 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后期 日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弱 那时我军还受到了盟军苏联的帮助 苏联派出坦克部队来攻打日军 并俘虏了日本大量士兵 我军速来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 可是苏联却没有这样做 苏联士兵将日本战俘带到了西伯利亚 那里天寒地冻 气候恶劣的不适合人类生存 常年在温带地区养尊处幼的日本人 自然受不了这等苦 很多日本俘虏就是被活活冻死的 有一部分日本士兵也知道苏联的这个政策 他们害怕 所以宁可在战场上死亡 也不愿意被带到西伯利亚 或许是那两万名日军考虑到长白山里 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可以支撑他们生存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躲进了长白山 日军躲进长白山的另外两个原因就是 一来这些日本士兵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 他们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一直深信 日本一定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他们躲进长白山 也是他们不甘心失败的表现 二来就是曾经的日本军队 仗着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 在东北横行八道 他们在东北也过了一段安逸生活 这让他们十分怀念在东北的日子 他们认为 虽然明智维新让日本强大起来了 可是日本还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 国内的资源仍然十分匮乏 与中国天壤地别 特别在发动侵华战争后 日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来支持战争 耗费了九成国力 巨大的代价换来一个失败的教训 不仅他们难以接受 就连在日本境内的普通百姓也难以接受 日本百姓根本不会友好对待这群白兵 这些士兵还担心自己的亲人也会嫌弃他们 而后来事实证明 这些日本士兵的猜想并没有错 那些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兵下场很是凄惨 这两万名日军躲进长白山后 我军政府担心他们会对当地的百姓造成伤害 所以就派遣了大量的士兵前往长白山搜寻他们 甚至还发动了中国空军 不过这些日本兵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任凭我军怎样寻找就是不见踪迹 后来搜寻日本兵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民间对这些日本兵的去向也做出了许多猜测 有人觉得他们已经命丧在长白山恶劣的环境中去了 有人又觉得这些日本兵应该是被国民党军队收编了 这些日本兵很有可能死在了战场上 当然这些说法只是大家的猜测 事实的真相至今都是未解之谜 我们下期见